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到报案之后 警方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展开调查 费了一番功夫 才从河里把麻袋打捞上来 风口粉得非常的好 它是用铁丝螺旋的缠绕 非常均匀的一个缝合方式 把这个麻袋的口子缝合起来的 显然 缝制麻袋的人是想把秘密永远封存在这里 谁知道 秘密的暴露却通常是那么的出击不易 伸出来的手是因为它里面 麻袋里面还有砖块 那么砖块跟麻袋摩擦以后呢 有了一个小的破口 麻袋里是一具已经高度腐败的男尸 上身穿着一件深色格子长袖衬衫 下身只有一条短裤 而头部被一条深色的裤子团团围住 麻袋里除了尸体之外 还有十一块大小不一的砖块 被重重捆绑的被害人 被装进麻袋里 大小不一的砖块 以及被铁丝缝制的封口 种种迹象表明呢 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杀人抛尸案件 那么会是什么人如此的残忍呢 发现场是在夜行公路上面 就是车流量比较多的 在那里如果是把尸体装进麻袋 然后抛下河 这个可能性不太大 这样子的一种异着状态 有可能是在家里面 警方认为 凶案发生的第一现场不是在河边 应该是在类似家里这样的封闭场所 而且被害人当时 应该是处在一种毫无防备的状态 比较亲密的关系 就是肯定是能把他约到家里 或者能进入到死者家里面的人 显然要找到凶手 警方首先要做的就是确定食源 但是六月白天的气温接近30度 再加上河水的长时间浸泡 被害人已经是面目全非 没有办法做辨认 试源不清楚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从这个关系来确定 到底谁是凶手 是截杀还是轻杀或者是抽杀 案件发生之后 警方的各项工作同步展开 痕迹勘察 法医尸检 以及对案发地周边的走访排查 同时进行 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只要知道了被害人是谁 就能够针对性地展开证查工作 谁料到呢 想要明确被害人的身份 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马带长是一米的 宽大概是76公分左右 没有商标啊 没有其他事 其实以前农村里用来装造谷啊 这种马带 马带是农村里最常见的物品 而且呢 上面的铁丝和里边的砖块 在小镇的家家户户 更是随处可见 没有任何的特别之处 以前我们造房子用的那种95砖 一共是有14.65公斤 相当于30斤 如果装案工具有一些特殊性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走访排模确定一下 到底哪里可以拿到这些装案工具 这些麻带还有钢丝 以及砖块都是农村家里面显而易见的东西 困难比较大 从痕迹物证方面查找线索的工作 一时间也没有任何进展 而走访案发河道周边的民警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南北向的 北面就连着就是黄浦江 南面是连到金山一个小河里面 在金山的原因是断掉的 有两三公里吧 这个誓言如果是从黄浦江边上抛下来的话 就是像大海捞针一样的 寻找誓言方面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所幸的是通过走访 民警发现 案发河道虽然和黄浦江相连 但是江河之间有一道水闸 建设河水位高的时候 我就会开闸放水 但是当黄浦江水位高的时候 这个水闸是不开的 因为怕把河水引进来的话 这个河水会泛滥出来 那么这具尸体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它究竟是被人抛在了建设河里 还是从黄浦江上某个角落里飘过来的呢 确定这个死亡时间 建设河的水渣 如果是没有开的话 然后我们就可以确定 这个誓言应该是在建设河附近飘过来的 如果是黄浦江 就是比较头痛 被害人确切的死亡时间 暂时无法明确 不过呢 经过初步尸检 法医给出了部分的信息 被害人的身高有1米79 全身上下没有明显的开放性的窗口 没有一些河道里面的一些硅藻的成分 那从这个我们来判断 尸体应该是在死亡以后 才被人投入到河里面 而且进一步的尸检报告还指出 在被害人的体内 大量残留着一种叫 佐匹克隆的药物 而这通常呢 是安眠药的主要成分 在别人的作用下 喝下来这个 带个安眠药成分的这些东西 然后再有他人把他放到这个麻袋里面 再抛尸到河道里 这又是安眠药 又是麻袋封口 还有添加砖块 如此看来的嫌疑人 真是费尽了心机 要置被害人于死地了 那么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矛盾和纠葛呢 被害人到底是何身份 他的上河牙齿全部都没有了 下河磨损的也非常厉害 我们看到他可能这个年纪应该要在50岁以上 被害人不在家中遇害 他究竟在哪遭遇不测 房子里面的状态还是比较自然 相对比较整齐的吧 他的电瓶车就有整齐的情况在里面 这个地方应该不是这个安眠药发生的第一现场 最后的晚餐 太阳正在播出 我们说到了警方陆续发现了一些线索 麻袋封口 添加砖块 死者身体内被查出有安眠药 这所有的一切都印证了嫌疑人谋杀的意图 可是被害人到底是谁 他又和嫌疑人之间有什么样的仇怨呢 在对被害人的尺骨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之后 法医对他的年龄范围有了刻画 他的上河牙齿全部都没有了 下河磨损得也非常厉害 我们看着他可能这个年纪应该要在50岁以上 50岁以上 身高在1米79左右的中老年男性 这样清晰的线索让排查工作有了更明确的方向 警方决定先从河道周边的村庄开始排查 一方面重点排查近段时间里失踪的具备上述特征的人员 另外一方面寻找可能存在的目击者 而另外一路民警则是以河道为中心 搜寻附近的监控录像来查找线索 西面是一个村子 东面的话是一个急症 为什么要有上千户有的 排查的工作量非常大 而且走访的时候 民警还发现村子里50岁以上的中老年男性 有不少是独居的老人 发展都市的农业为主 留下的都是老人居多 分闭的一个地方 如果是独居老人的话 旁边的居民根本就也不会知道 这个人到底去了哪里 即便如此 民警们还是一个村庄接着一个村庄的 一户接着一户的继续走访 他们的脚步出现在了小镇的每个角落 而这样的排查却是收获甚微 查找师员的工作竟然缓慢 而就在这个时候 法医对于被害人死亡时间的认定 有了定论 结合现场的气温的情况 水温的情况 对他死亡时间判断应该是在 一个人在主要 被害人死亡的时间范围被缩小了 法医确定 他是在6月5号的前后被害的 在一周前后应该是没有开过的 通过当时的水速 还有整个麻袋里面的尸体 加上砖块的一个重量 然后我们推测出 应该就是在建设和附近的 两三个村庄之内抛尸 嫌疑人抛尸地点范围的缩小 大大提高了警方的排查效率 在调查到距离抛尸点 一公里之外的一个村子的时候 民警有了重大发现 在这里有村民向警方反映说 一个名叫阿三的男子 已经失踪了好几天了 他身高要1米8左右 第二个特别是他的萌芽 等于是上下口的芽 基本上都是没有的 据村民反映 阿三今年64岁 身高有1米8 无论是年龄还是身高 这个阿三都和被害人的情况 非常的吻合 那么阿三会不会就是被害人呢 警方开始对阿三的家庭情况 展开进一步的调查 而另外一方面 民警决定打开阿三平时居住的屋子 提取生物痕迹 和被害人进行比对 海基的牙刷 还有一些日常用品 包括他电瓶车上面一些 把手的偷取物 送去做电影的检验 同时警方还了解到 阿三父母双亡 妻子呢 也在半年前去世了 他还有三个兄弟 住在外村 找到他的弟弟阿四之后 警方立刻把被害人的照片 交给他辨认 谁知道呢 阿四一眼就认出了 自己的哥哥阿三 也有这样一件深色的格子衬衣 这样看来阿三就是被害人 阿三的家 与其说是一间房子 还不如说 这更像是一间 临时搭建起来的棚屋 地面上杂七杂八的 堆放着不少东西 不过呢 警方就认为 他的家不是案发的第一现场 房子里面的状态 还是比较自然 相对比较整齐的吧 他的电瓶车 就有整齐的情况在里面 这个地方应该不是 这个案面暗发生的第一现场 虽然阿三的家非常凌乱不堪 但是呢 经过仔细搜查 警方确定 这里不是阿三遇害的第一现场 那么他遇害的第一现场 会在哪里呢 最后一个通话 暴露出案件真相 我们觉得这个人 是比较关键的 杀人抛尸 碰下杀手的背后 隐藏着怎样 不可告人的秘密 最后的晚餐 太阳正在播出 刚才我们说到了 警方通过仔细地勘查 阿三的家后断定 这里不是案发的第一现场 那么这样的话 阿三到底是在哪里遇害的呢 他本人又还有着 什么样的社会经历呢 遇害了 就发生一起强奸案 他就是强奸案的一个对象 相关的记录显示 1987年 阿三曾经因为犯下强奸罪 而被判过刑 七年之后刑满释放 阿三回到村子里之后 一直都是无所事事 这就是有所好心啊 在村里边 没有正当工作 在村子里 阿三的口碑不太好 由于他平时喜欢顺手牵羊 这使得呢 他在村子里结缘很多 今天跟这个结缘 明天跟那个结缘 这样子就排查的范围比较大 村子里的排查工作还在继续 与此同时 有一路民警开始着重调查 阿三生前最后的通话情况 他跟这个最后一个通话的人 是什么关系 然后通话了之后 他们去做了什么 是否见面 阿三的通话记录显示 从6月3号的晚上6点03分之后 他的手机就没有任何 对外联系的记录了 而最后一个通话 就是在6月3号的晚上6点03分 一个187开头的号码打过来 通话的时间是15秒 而6月3号恰恰就在警方认定的 被害人遇害的时间段以内 我们觉得这个人 是比较关键的一个人 通过调查 民警发现 这个号码的拥有人 是一个名叫许三芳的女子 许三芳66岁 就住在阿三家前两排的地方 五年前呢 他的丈夫因病去世了 两个子女都在市区里工作 警方外围调查发现 案发之后 许三芳一直在想方设法地 探寻案件侦查的情况 而且次数还比较频繁 这个细节更加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许三芳的举动 有那么一些可疑 然而要说他就是嫌疑人 还为时尚早 许三芳身高1米55 而被害人阿三呢 却有着1米8的身高 就算是许三芳下了药 让阿三陷入昏迷 仅仅靠着他自身的力量 也似乎无法完成杀人 遗失 抛尸的整个过程 难道说这其中还另有隐情吗 他这个家呢 应该是在最北边的那块 这个村 抛的地方呢 是属于最南边这个地方 就一个大村的南北两个地方 距离是比较长的 然后以这样子一个 体型的一个女性 来完成这样子一个 运势的过程 是比较困难 警方分析之后认为 如果说这起案件确实是许三芳所为 那么他应该是有帮凶的 民警决定 对许三芳的社会关系 展开进一步的调查工作 而就在这个时候 监控调阅有了重大的突破 在距离抛尸地点 百米远的一个监控录像里 警方找到了线索 6月3号的晚上11点23分 一辆蓝色的电动三轮车 出现在了监控画面里 通过细致的比对 民警认定 监控画面里的这辆三轮车 就是许三芳家的 而骑车的人 就是许三芳本人 种种迹象表明 许三芳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 而车上的另外一个人影 很可能就是许三芳的帮凶 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 他和许三芳之间 又有着什么关系呢 6月13号的下午一点多 也就是案发之后的27小时 犯罪嫌疑人许三芳 在家里被警方抓获 盗案之后 他如实供述 另外一名犯罪嫌疑人 名叫尼金仁 那么这个尼金仁 究竟是什么人 他和许三芳之间 是什么关系 他们又为什么 要一起杀死被害人阿三呢 6月13号的下午两点多 犯罪嫌疑人尼金仁 在自己的家里落入法网 随着尼金仁的盗案 这起震惊小镇的凶杀案 成功告破 对于为什么要杀死阿三 许三芳说 是因为他不堪忍受 对方长时间的骚扰 而尼金仁却说 这一切都要归咎于许三芳 那么两个人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这一切还要从许三芳 和尼金仁的相识说起 大约八年之前 许三芳在花棚里打工的时候 认识了住在 另外一个村子里的尼金仁 那个时候 她的丈夫生了重病 家里的农活 基本都要靠到一个人来承担 尼金仁隔三差五的 来许三芳的家里 帮忙干农活 有的时候 还会在家里一起吃饭 这样的状态 在许三芳的丈夫去世之后 也一直在持续着 对于两个人之间 是不是存在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许三芳坚持说没有 不过呢 即便如此 关于两个人的风言风语 还是在村子里传开了 在大多数村民的眼里 许三芳和尼金仁关系暧昧 而这些人之中呢 也包括就住在许三芳家 前两排房子里的阿三 许三芳讲 自己根本没有想到 阿三对自己的骚扰 竟然愈演愈烈 6月2号的这天晚上 阿三甚至爬上围墙 翻进了他的家里 惊恐至极的许三芳 只能向对方求饶 他声称 第二天会多备一些韭菜 然后再邀请阿三来自己家 许三芳觉得 他的面前只有一条路 就是彻底让阿三消失 考虑到自己势赞力薄 他呢 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了尼金仁 要求尼金仁协助他 办成这件事情 协助许三芳杀人这样的事情 在所有人看来啊 都是难以想象的 但是呢 尼金仁却声声说 自己当时脑子一热 就答应了下来 在这之后 许三芳就开始实施了杀人计划 6月3号的下午 许三芳先是到了村里的卫生院 借口说自己失眠 配了一些安眠药 事实上呢 如果按照医嘱服用 这样剂量的安眠药 是没有安全问题的 所以呢 医生当时也没有察觉到异常 而拿到了药之后 许三芳立刻回家 把药片溶解在水里 当天晚上的6点 许三芳给阿三打去电话 询问对方什么时候来 这也是阿三接到的最后一个电话 晚上7点 阿三赴约 这个时候 尼金仁已经躲到了楼上 边吃着桌上的美味佳肴 边喝着冰镇啤酒的阿三 做梦也不会想到 6月3号晚上的这份鸿门宴 会是他人生中的最后的晚餐 等阿三昏睡过去之后 尼金仁下了楼 于是和许三芳一起 把阿三的裤子脱下 并蒙住了阿三的头 就这样 阿三最终停止了呼吸 为了掩盖罪行 他们俩又将阿三捆绑 装住麻袋 之后加入砖块 沉石河里 许三芳和尼金仁本以为 麻袋里的这11块 重达30斤的砖块 会带着阿三的尸体 永远留在河底 这许三芳劝说 尼金仁和他一起杀掉了阿三 或许是解了一时之恨 也避免了阿三的再次骚扰 可是他即将面临的是什么 亲人的分离 法律的制裁 说起来 这一点也不值得 而尼金仁就更加后悔了 可是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的药 就是没有后悔药 好 感谢收看我们今天的拍案 明天见